好啦 有時間啦 終於可以做一些地產片 真的很久沒做過 大馬春事件又捲了我進去 於是我就做主角 於是一大堆事情都會去做 一會兒還沒說過有關於警方的時候 一會兒會跟大家呼籲一些事情 做一條短一點的片 好啦 最近最大件事當然是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發展就是在 啟德那裏還有一些房子賣 其實就賣了一千個單位 所以是很大件事 首先看一看他公佈了業績之後 價格當日跌了2.93% 到了6.63% 那天已經創了12年來的新低 但結果今天你看看收市價 就是6.54% 即是比6.63%還下跌了 那麼瑞銀估計撇除了這個 即是賣了新創建 錄到83億的虧損之後 那麼投資的撥避虧損呢 開發物業的重股總共是 85億至95億之後 新世界在2024年虧損大概是 22億 那麼 那麼 較原本的預計的虧損3.15億 是很大幅的擴大 所以就跌得這麼厲害 那麼 大市現在大家都猜他不會派 賠其息 如果不派的話 其實又再 又再衝擊 因為你 派習慣了這些息 很多獎者拿著股票 你不派息的話 就 又擲了 又一個新的擲 那些很老的 持續很久 那麼 對於新世界 其實我講了很久 我講了一件事 那麼 有什麼特別和大家去分享呢 就告訴大家 現在 上次我的影片都講了 就是 新世界的鄭家 就是這個第三代 鄭志剛 原本就是 設計去做這個 第三代掌門人 結果搞這個新世界 搞到一塌糊塗 那當然 就是 現在的做法 他又不是斬了他 現在是將他 就是 叫 就是 現在鄭家純 就是 雙四個子女 就 分開 四飯 那樣 各自去發展 那麼 以前也說過 再提一次 長女鄭志明 就是 早前已經是負責了 好像以前是桂麗酒店 Rosewood 那樣 接著就是周大福珠寶 然後他管賣 總共664億 反而現在他的管理的 資產是最大的 就是這樣 那麼 異仔鄭志明之前說過 從來 從來未採過出來 有機會是可以的 現在就 斬了 在這個 新 世界發展 斬了這個 新創建出來之後 就由他去打息 二百多億 就比起家姐 那個鄭志明 那個 整體的 尺寸小很多 但是當然 鄭志明自己 搞出來 你聰明 二百多億 你搞大他 他這樣 就交給新創建 第二子鄭志明 好了 接著 第三代 家族掌門人 暫時 出了一個小子 鄭志良出來 就是負責周琦 周琦一部分 他找了其他人去幫他 但是當然 未來 就是希望他去教周琦 周琦理論上 最有這個潛力 看看究竟怎樣 從我的角度去看 大家要小心 當 一個第二代的掌門人 鄭家純 他這樣分發的時候 其實意味了什麼 意味了 他做了一個準備 就是 隨時裝飾斷備 放棄鄭志光的 新世界發展 如果放棄了新世界發展 就是鄭志光 就玩完了 現在的情況 既然你玩借了 爸爸就把東西分開幾塊 就等於分身家給你 我分了一個新世界 當我分了一個新世界發展給你 說你玩完了 沒有了 那麼 拜拜就算了 最多不和你 撿起來 為什麼呢 他已經和你買了很多東西 就是 用他自己的 Cash的錢 和他 周琦和他 Cash的那個公司 和他買了很多東西 買完之後 你還救不到你自己 那就玩完了 所以呢 大家看到在機場 他賣的房子 反應不太好 那就危機很大 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 突然間的價格變得這麼多 和這個 鄭家純 去 這樣 他不算是分家 但大致都是 這樣結構 你管這個 你管這個 但是問題是 就是說 如果你管不了 的話 你自生自滅 就死了 不會再分些什麼 給你 分了 幾百億你都搞不定 那時候 幾千億 搞不定 搞到幾百億 負債累累 一直不成功 那怎麼辦 那就打柴了 是啊 所以這個 設計師 其實都要賣 陰公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就是說 連鄭家純都預備 隨時 壯士斷備 即是說 新世界發展 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險 真的重要的事 要說三次 所以大家如果 仍然對新世界 想著 有什麼苗頭 可以在低位 再炒回去 等等 我勸你 就盡量不要 不覺得有什麼機會 你都要有力量 有 有一個動力 來 先彈 你無緣無故 又是那幫人 是不是 無緣無故突然聰明 浪費氣 所以無論怎樣看也好 我希望大家 盡量不用去理會 新世界發展 施永青終於不再說 樓價年尾會升 或者下半年會升 終於不說了 終於說 應該可能會下跌 不知道會升還是跌 這些事情 就是 最保守的方法 已經說了 但是他會看到 然後就有減息 可能減息會幫助 他不知道 他現在已經是 不敢再說升了 之前 無論任何時間都說升 浪費氣 現在不大跌 已經撿到了 好了 最重要 就是大家看一下啟德 由匯德峰恆地 和中國海外新世界 一起合作的 啟德跑道區域 乘峰到19號 叫Double Coast 我找的資料 都很難找 他說'd千多個單位 除了 統共 communauté 1590個單位 非常離職 ени肯除了 第一期 大約Double Coast 大約一次 大約一次 可不是 不會五期吧 四期左右 第一期只有361個 單位 我不知道要怎麼分 四五期 第一期只有361個 但有1590個 最後361個推出來的時候 只有幾十個 即是50個 你死不死 要再分50個 糟糕 你死不死 結果我看資料 賣了16個 16個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 但我看到資料有16個賣了 死不死 死不死 這個就很肯定 梁志堅自己說 現在的價錢很適合 再賣得太便宜就回不了本 這句話 很有問題 你聽聽梁志堅 就聽到 香港那班地產商 賺開 虧 當然是不開心 不是不開心 是不接受 不可以虧 最少都要賺 賺些少或是平手 這是最極限的 虧不可以 虧不可以 可能你怕你整間公司虧了 虧不可以虧不可以 做生意不准虧 你很好笑 他們說好命的啦 回不了本的啦 一定會讓你回到本的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本 賣鹹脆花生也不一定回到本啊 大哥 為什麼你一定要回到本 你看到地產商的嘴唇就是 我們一定是賺大錢的 賺小錢已經不開心 賺不到錢要虧 怎麼搞錯呀 用鬼做嗎 賺頭虧你也要 現在當美的話 但是 梁志堅這些不會去考慮 他覺得我們賺慣的 我們就是大媽沙 我們應該無盡的錢吞了全部給我們 所以這種心態就是 他們繼續用貼市的價錢 去賣樓 那麼 在這個啟德裏面 還是不敢 就是不肯 不肯 你不肯的話 就怎樣呢 是啊 50個而已 都是賣十幾個 死不死 那麼有什麼意義呢 你總共有1590個單位 1590個單位賣了16個 1% 恐怖啊 這個感覺 這是新東西來的 你應該以前就是爆出來很厲害的 現在不是 現在是 賣出來賣了1% 1%啊大哥 知不知道1%是什麼感覺 你還有99%還沒賣 就能上去 變成是存貨了 死不死 就是因為你不劈 這個就是現實的 啟德 房子都建在這裏 大家不賣也不劈 等 等 究竟是你賣還是他死 你賣是你死 你不賣是他死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 整個情況 都是非常惡劣 當然還有 維港雙鑽 維港雙鑽就開始 慢慢宣傳 要賣 涵蓋這個三房 開房式 三房 一房 兩房 三房 也有很多類型 面積是244至1770呎 主打好像是小樓 應該就開始慢慢 要賣 看看他會到時是多少 那麼 維港 我放大一點 跑道區的 Panisola 新盤維港雙鑽 在四伊區的一號地皮 在2020年的時候 中國海外 用42.728億 拿到這個地皮 拍馬的時候 就可以起到32.845萬平方尺 每方尺的樓面價是13900 你記住 只是樓面價 13900 900 你用利息等等 我想17000元 肯定要 利息 建築費 宣傳 推廣 行政 加起來 1700元左右 應該都不走 是好的房子 所以他現在推出這些住宅 現在的價值大約跌到1700多 最新的1500多 已經有些特別 你 不肯 現在你見 柏惠森 去到17000 停了 停了 他有些漂亮的位置賣高一點 賣高一點也沒問題 他說17000賣給你 但那些是 低層 看得差 你想要高層又好一點 可以 18900 20000 這樣上去 然後就沒人買 是的 人要期望你很低的價錢 買到真是漂亮的房子 即是說 要跌 但是看到這些 大馬沙 賺慣錢 我不覺得我需要跌 我為什麼要跌給你 所以 現在就是 丟在那裏 大家在那裏等 等運到 維港商鑽 先是賣141貨 折實價是18000多元 差不多啦 他圍了本之後加一點 但是 真是 我不覺得他賣到了 老實 他在19年就用98.93億的財團 就能求到一個地皮 就是 103,000多呎 可見樓面面積是72萬多平方尺 每呎樓價 13,700元 又再貴一點 13,700元 13,700元的話 再算4,000 17,000多 兩個都差不多 這個 貴一點 他之前那個是13,700 達到700元一呎 你想想 他已經要 18,000多了 這個要維港商鑽 17,000到18,000 根本沒有可能賣到 大家堆在那裏 現在又是正經人用那個招 很多單位的 但是呢 推好少出來 賣到少少 就當成功了 推三五十個出來 賣到十四個 但是不敢公佈 所以 盡量按住其他媒體的媒介 你不要見 見不到 即是說推50個出來 賣了多少個 不說 沒有人知道 盡量不說 死不死 好了 另外啟德海灣 由嘉華這個牽頭 拍著這個 匯德峰 還有中國海外發展 匯德峰真是夠多東西 那麼 於是乎就部署新一輪的銷售 有總共1017伙 面積是269到771 呎 提供1房到3房 相對小 第一期已經賣了21伙 死不死 是低於每一平方呎17000 總銷售額是超過1.4億 他還說反應良好 真是搞笑 那麼 當然是加推12伙額外的單位 額外折扣 佔總單位是 1017伙 1.2% 浪費 那麼 那麼 現在這些就有個別的單位再減 減到15,900多元 但是我覺得 這樣搞法真的是 為什麼呢 大家現在都不想去揭底牌子 等呀 等9月 減息 好耶 減息 另外新世界的柏惠心 大家聽了很久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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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泡衛森也是借在這裏 用盡方法 鞠躬到樓盤很漂亮 你越漂亮你的成本越貴 除非你超大減價 但是他們試過一開始的時候是特價的 是特價給你買一萬五元 是會引到一些人的 因為你沒有那麼便宜的價格 他每次都是這樣 但今次估不到你50個都賣不了 就是賣不了 因為我都說了你越遲的信心越差 那些人越是不想賣 然後 還有佳話局際 是不是 還有嗎 差不多 啟德墳場絕對是 經典的作品 加起來有一萬間 這些貨美潛在的貨美 會浮游在市場上 那你是不是那些浮屍 那些棺材浮屍 一萬間浮一下浮一下 你去收拾吧 你就死定了 各大 地產公司現在採取的策略仍然跟之前一樣 總之貼市賣 減少少 貼市賣 但現在多了一件事 每一次拿一堆出來 那一堆可能是 不多過50間 或者三二三十間 特別便宜的 等你賣那些 就叫做起旺的市場 但你看到 拿50間出來 也不行 都旺不到的市場 都是死 17間 因為為什麼 大家的期望跟他 抄完 你捉他這次應該是萬六得 他就要求萬五 你下次捉他萬五 他又去到萬四 就是這樣 所以 你越來越賣不到這盤 你看到幾間 十多間 這樣的情況 一直剩下的貨美越來越多 所以 這個啟德樓盤是很嚴重的 那麼嚴重之餘的時候 為什麼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 地產商和現實上 他們根本無法存在 為什麼呢 地產商現在在等什麼 等9月 減息 就告訴你 減息期啊 你的潮流越來越減下去 你過來買吧 但是在民眾買樓來說 他沒有信心 他對香港沒有信心 對香港經濟沒有信心 香港未來沒有信心 甚至乎有些人 對自己現在也沒有信心 如何過生活下去也沒有信心 這就是嚴重的問題 這樣呢 就令到大家會覺得 大哥 有危機 這樣不行 這樣 怎樣 於是 這個地產商 怎麼傳不到 靠減息 他等過減息 結果會怎樣 9月真的應該會減息 一減息 我告訴你 就是香港樓價 大跌的 信號 為什麼 因為 跟上次這個 切辣 就是一模一樣 你就湧出來了 然後湧出來了 無以為計 你以為這次還會湧 無百分之報告也不湧 大家都先看清楚 看看是不是真的會 我們去承認一二千間給他看看 沒有 沒有 沒有就會倒閉了 因為最後的希望也沒有了 等了半年時間 由三月等到現在 都不行 就大劈了 所以記住 九月之後 就有好戲看了 那麼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些大地產商 不肯面對現實 樓 就賣不去 因為絕大部份的香港人 對前途 沒有信心 大家沒有信心的時候 不覺得未來有希望 於是 不買樓 最多就是租 所以租呢 現在 有關香港的信心危機 絕對不是地產商 可以沾手 可以改變 以前他們可以 透過很多議員 跟政府說話 現在政府又因為 聽明白西環 中央政府 你不能隨便做些什麼 他都想救 但是問題是 你這種招式沒有用 你不如叫 海南島剪掉 免稅 你可不可以全中國人 沒有統一 真的死定了 香港就被人搶了 等於澳門 在海南島也能開得到 沒有存在的價值 10元的那裏 客人在那裏 死定了 基於香港的信心危機 香港的地產商 改變不了 所以 為什麼他現在 一群人都這麼痛苦 是因為 除了李嘉誠 和信和 看準的事情之後 其他全部看錯的事情 好像大陸地產商那些內房 都不會把錢都推進來 那麼大劇 每個人都背重了 現在 不能反應 這就是最嚴重的 為什麼呢 雙下死得太嚴重 所以地產商就一直 Recall 垮到現在還沒停 那麼 九月 我覺得地產商現在 一直 GC9月 now 很老實 這次也不一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教你 因為這次 不只是地產商等 這個 賣樓的人士也等 等看看你跌不跌 他才去 望下房子 那你死不死 他們不像以前那樣 突然跌 衝過來 他做起了氣氛 香港就加了一些人 於是就這樣 香港人那時候虧錢也虧得傻了 投資之前那些 屯門 開新的鐵路區 就死得很厲害了 現在 又來一個新招 就是 減息 有一個新的減息信號 是不是有機會爆呢 大家就等了 我可以告訴你 跟設立一模一樣 而且這個快很多 因為很多人 會立即 捆綁貨 減價 尤其是二手樓 但是一手樓一減就很狠 當那個 九月的訊息減息之後 以毫無市場的反應 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地產商 想著賣樓的人就會崩潰 情緒就會崩潰 所以現在賣是好處的 如果有人賣的話 情緒崩潰的時候 他就會瘋狂地扔 第一個瘋狂地扔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 清盤 那些 房子放在銀行那裏 那些 或者 抵押了給那些 那些就 借了 為甚麼 不等了 快點扔了 一扔就很凶狠 所以大家看到 那些 地產商所一直用的拖字卻 引起了他們日後 會形成一個 債務危機 他一定是那個債務越拖越高 然後又要給了利息 那你後面也不知道怎麼搞 剛才反過來 以前就是建立了一些 商場 我們拿著 CashCow 一邊拿現金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反而是一直在失敗 我個人覺得 總之九月有一個減息的對樓市 完全沒有意義 這一次將會比年初的設立更加失望 更加租高 震撼彈扔出來 因為當初的減息能夠令到 當初想著減息會能夠令到 市場回暖 大家有興趣可以買樓 我都不明白為甚麼 每個人供少幾百元一千 幾百元都很浪費 所有人都會因為徹底失望 而導致他們 產生甚麼 恐慌 我告訴你 尤其是拿著中小型樓那些 就會扔 狂扔 是的 走得快到好世界 有些人不知道 我也想結婚 那麼便宜就買 這些東西就當作買錯了 所以 那一刻就很糟糕了 我警告大家 千萬不要再進這趟的運水 不要想著去買兩家了 老闆真的不行 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高潮味道 什麼時候是高潮 跟大家說過 等 等有地產商 發生 倒閉危機 有債務危機 那就 完全不同了 為什麼呢 接管他的公司 就會把地產公司的 樓 就扔上來 現在 二萬多個的存貨 他就會抽出來 在市場上扔 一扔整個都散了 是的 但是銀行要拿錢 跟你說甚麼 說親戚 當然拿了你的貨源 都是扔的 所以 等這個機會 一定有 今年 我跟你說 等到這個機會 樓價 不是大跌也不行 就會 跌得很深 我估計是十幾二十個 所以大家有機會 撿平貨 我就不會了 我認為 這個俗仲未便宜 便宜可以再便宜 因為你沒有了一個 香港人的精神 有一個信心危機 所以大家不想買樓 自然就會在這個情況 年輕人的我認識很多的 寧願去外國 那就糟了 香港人口的老化很重要 千萬不要走進去 就給廣告給我 那麼 然後是不是能買呢 爆了第一間 還會有第二間 看清楚將會爆多少 那時候會把焦點放進去 地產商那裏 嘩 它也會爆啊 嘩 它也會爆雷啊 當你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市場消息 可能你會撿到 很大的便宜貨 如果你既然也是打算 樓港見港 那就不要緊啦 買樓又如何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 那就很快你撿包袱 很走人 賣得的賣 好了 你記住 要等到這個 香港 真是有機會有這些地產商 很有存貨 但是 就 吐不了錢 那時候呢 他扔出市場 價錢就很和味 你們才慢慢去 看看有沒有平價貨 當然啦 不代表 市貨幣不會看到 便宜貨幣 還有災幣 很難說 所以大家記住 整個地產 在這個暑假結束之後 就是一個 很大的轉變 尤其是 到了聖誕 大家要特別盯著 因為 隨時就會 爆雷 一爆雷的話 天大事件 整個國際新聞 記得點贊和訂閱 這個地產 大家 認真看著今年那個美市 基本上現在買的啟德 都不用怎麼理 因為他們全部貼市的話 他們賣不動 看什麼時候中小型的地產商 頂不住 要出來又撒 一撒就市價也撒了 撒低賣 你用一萬元買屯門 或是七千元買屯門 雲竟沒理由用三千元來買 跑地啊 三萬元 沒理由 那麼多倍 所以呢 他一直都會拘捕 而且拘捕是拘捕比率的 不是拘捕數目的 所以呢 很恐怖的 30萬元一呎 可能變成千萬元 哇 真是很棒 所以這件事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時候 等他出現第2次第3次 即是這個 危機 看看怎樣 化了危機的這個金管稿 然後才慢慢提 很久等 大家 大家 再等 18個月嘛 很清楚的啦 希望你能等到 好 記得怎樣訂閱 Thank you Bye Bye 好嗎 好嗎 這樣 好嗎 谢谢大家